2021年日本政府宣布將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水排入海中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號召集相關部會首長開會宣布 最快在8月24號就會將核處理水排放入海 抗議日本 汙染海洋 過去就有不少民眾衝到日本交流協會 高喊口號 舉步調抗議 擔心日本做法可能危害地球海洋生態 也會衝擊漁民生計 而行政院員會也針對韓川廢水擴散濃度動態 進行了模擬分析 評估最快在排放一年之後 就會抵達台灣海域 專家表示根據日本法規可以合法排放到太平洋的穿水 需要符合每公升六萬倍克的標準 而台灣限制是五萬倍克 不過日本強調會稀釋到每公升一千五百倍克 才會放入海中 只是還沒開始排放 臨近國家以難掩擔憂 像是韓國出現了屯岩潮 六月第一週海鹽價格 比四月同期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七 原能會強調以跨部會合作強化輻射監測 執行海水漁產以及日本進口食品的取樣檢測 但排入海之後實際會造成哪些影響 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只怕多少人會造成恐慌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蔣新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